来回顾一下昨天的那三枚金牌的诞生 00后射击小将杨倩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步枪决赛当中射落首金 侯志慧在女子举重49公斤集中 以总成绩210公斤 抓举94公斤 停举116公斤 获得冠军 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了第二枚金牌 那在晚上举行的奥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当中 中国选手孙一文通过加实赛的绝一剑 胜出以11比1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波佩斯库获得了冠军 三位金牌获得着全市女将啊 恭喜恭喜 昨天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是播报了杨倩夺冠的消息啊 有关这位可爱的00后小姑娘 观众们的关注点是相当之多呀 没错啊 我看很多的观众呢就惊叹说 原来咱们的奥运冠军也是一位爱美的小姑娘啊 你看这可爱的胡萝卜发夹 还有耳环 还有漂亮的珍珠美甲 人家是成绩加美貌 啥也没耽误啊 那么在领奖现场呢 杨倩还俏皮的来了一个比心的姿势 了不得啊 这一萌萌的样子呢 让大家的心都融化了 杨倩呢还就读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 00后少女显示了自己文物双全的一面 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的举重冠军侯志慧 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49公斤级的决赛当中呢 侯志慧抓局94公斤破了奥运会记录 停举116公斤破了奥运会记录 总成绩是210公斤破奥运会记录 为中国代表团再夺一枚金牌 这也是本届奥运会举重项目的首枚金牌 而且有趣的是比赛结束之后 他的保温杯还有风油精火了 这个小花絮我得跟大家伙说一下 给大家伙有没有注意的 说比赛当中侯志慧在休息的时候 他有一样东西他似乎是离不开了 特别的抢眼 我先给大家伙看一看这段视频 各位请看 这神秘的独冠秘词到底是啥呢 把保温杯里装热水 有网友表示 你看国外运动员都是筋膜枪 舒缓筋骨 咱们的小猴姑娘是保温杯配风油精 提神醒脑 这网友调侃说了 这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这保温杯里到底有什么神秘配方呢 咱们听小猴自己来说一说 别的选手都在喝破碟水 只有你拿着保温杯在喝水 你看这奥运冠军也是养生达人 不过他的教练表示 其实是因为猴之慧的胃不太好 只能喝温水 小猴棒棒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哦 嗯